为而惨死,真的死得不能再死了,真的非常悲惨。 这两天接到粉丝投稿了,其实事情也很简单,粉丝为了孩子上学,买了个学区房,花了六百万左右,但是现在呢,因为失业,还不起贷款了,六百万买来的房子,现在只能卖三百多万了,几乎暴跌了百分之五十,可以说把首付都丢没了, 而且现在还卖不掉,今年上海学区房根本卖不掉,现在他愁的头发都白了,想死的心都有了,我前面视频也讲了学区房的暴跌,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,很多孩子家长也在考虑给孩子买学区房,但是现在房价大跌,几乎不敢买了,有些已经买了的可以说是损失非常惨重,都亏了几百万,没有失业的生活还好, 但是失业的呢?现在中国正在加速产业升级,很多工作现在都不需要人工了,一下子失业的人就多起来了,而且随着中国劳动力工资的不断上涨,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搬离了中国,所以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,造成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失业。 当然这个产业升级所引起的失业,每个国家都有所经历,但是中国作为人口大国,一下子迎来如此多的失业,再加上房地产市场的不理想,更加剧了社会的震动,但是很多老百姓都没有准备买了房, 但是失业了,还不起贷款,房子面临法拍,自己也成了老赖,这样公平吗? 就像中国的教育一下,为什么老百姓要买学区房,就因为地区和地区之间教育有着很大的不平等。 我上图来说明一下,大家可以看到,这是2023年上海初中升高中的闽航区名额到区的录取分数线。 我们可以看到,上海中学在闽航区分数是764分,上海交大附中是758.5分,上海复旦附中是758分, 那么同样的学校在奉航区呢?我们也来看一下,上海中学是735分,上海交大附中是748分, 复旦附中是744.5分,可见闽航区和奉航区在初中阶段的教育水平有着明显差距, 在本区学校间也有着区大差距。我们就来看一下奉航区来说, 一样入学奉航中学,奉航实验中学需要743分, 但是堂外中学只需要675.5分,可见这两个学校的教学水平有着巨大的差距, 所以很多家长愿意买学区房,来让自己家的孩子能上一个好一点的学校。 所以,学区房就出来了。 我上个视频也讲到了,现在上海开始执行名额到校, 所以差得学校的学生可以以很低的分数进名校, 所以学区房一下子就失去了吸引力。 所以造成这两年学区房一下子不那么热门了, 这就苦了老百姓了。 你一下子变了,家长们还没有反应过来, 学区房一下子就降了很多,有些人因此损失惨重。 当然,政府也是好意,但是老百姓承担了所有。 当然都是成年人,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 但是在这个社会里,个体真的很渺小, 老百姓承担了所有。 炒房客在把房价大幅炒起来的时候, 你们不管,现在炒高了,你们来管了。 当然,炒房客在炒高的时候也管了, 但我认为那时候管只是装装样子, 并没有把房价真心地压下去。 当夫人们把房价高起来后,把钱赚走了, 并拿到海外去了,把后果去让普通老百姓来承担。 当然,政府也一直在努力, 我们老百姓也看到了, 但是现实是老百姓承担了这些后果。 有些可怜的老百姓努力工作, 养活一家老小, 但是还是面临着房贷断供, 房子备法拍, 成老赖。 粉丝也讲了他的失业, 无助的过程。 他今年38岁, 在经历了10天的失业彷徨后, 他决定鼓起勇气, 向大家袒露自己的困境, 也寻求一些建议和鼓励。 为了不让家人担忧, 他原本想隐瞒失业的事实, 给自己留些许颜面。 但拙劣的演技, 在第三天就被识破, 最终像犯错的孩子般坦白交代, 隐瞒的背后, 是我对未来的迷茫和对现实的妥协。 车贷, 房贷, 养育孩子的压力, 迫使我不得不尽快行动起来。 然而, 35岁似乎成为了求职路上的魔咒, 根本的不到工作。 跑滴滴, 送外卖, 开驿站, 这些工作虽然能解决温饱, 却难以让他看不到长远的发展前景。 这就是现在的情况, 前几天他没有事, 约了几个要好的朋友吃饭, 聊天的过程中, 他震惊地发现, 一个五个人, 四个人失业中也根本找不到工作, 辛苦的工作也都不愿意做。 特别是在上海, 现在找工作已经变得异常艰难。 我前面视频也讲到了, 上海沿街商铺变得十分萧条, 那个视频大家应该也看到了, 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。 现在上海的经济, 最主要的问题是, 大家都不消费, 没有信心, 消费者信心正在崩溃, 越来越多的商铺关门倒闭, 而如果你去大型商超或者购物中心, 你也会发现人越来越少, 那么钱呢? 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, 把钱存银行了。 大家都在意识到, 经济正在下行, 房价正在下跌, 不愿意消费, 不愿意买房。 那么没有消费, 没人买房, 就没有市场的繁荣, 就没有房地产市场的繁荣。 所以你会发现, 市场越来越萧条。 还记得去年倒闭的彼得吗? 一家德国企业, 上海的门店一夜之间全部关闭, 生活在上海的人们, 对比伊德这个品牌应该很熟悉。 该品牌以评价商品而闻名, 是附近社区居民经常光顾的超市。 然而, 去年在发布了一则通告之后, 门店就突然关门了。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, 门店的大门上甚至没有贴上一个A4纸通告。 很多老年人一早来采购, 却发现门店已经关闭。 这一家不起眼的社区超市实际上是一家外企, 由德国人在中国创办的硬折扣店。 在巅峰时期, 该品牌在中国拥有超过200家门店。 为了节省成本, 他们直接将货物的原装盒子放在货架上, 并且开通了网上商城。 但是一夜之间, 全部关闭。 现在回过头来, 想一想, 连这么一家平价店铺也开不下去了。 去年中国经济, 或者说中国消费者的信心已经在开始崩溃了。 越来越多的上海沿街商铺倒闭, 不是一下子就这样的。 但是大家越是不消费, 倒闭的可能会越来越多。 大家也越没有工作, 感觉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。 当然, 政府也在努力, 接下去一个新的6万亿计划的推出, 希望能让生活越来越好。 但是这需要过程, 需要时间。 但是很多人现在却失业了, 很多家庭面临着还不起贷款, 没有住房的情况。 中国的经济数据是很好, 但是经济数据好是表面的。 我们老百姓希望的是实实在在地生活好, 希望越来越好。